到齊面對白襪的熱身賽 二局上兩出局得點圈有人的局面 大谷一棒掃出平飛安打 帶有一分打點 上壘後跟雷指投碰投的慶祝動作 讓球迷津津樂道 本場比賽大谷也毫不保留的展現腳程 第一局安打上壘後 下一棒打出高飛球 外野手已經處理得很快 回船還是來不及 大谷成功利用高飛犧牲打 攻上得點圈 第二局還發動倒壘 昔日的捕手搭檔Max Stacey也抓不到他 以前的夥伴現在變成雷包商的麻煩 在前一天面對天使連續吞K後 晚接五的比賽大谷馬上調整好手感 攪出兩打數兩安打 外加一次四壞保送 只要正上打擊區都能上到雷包 這場熱身賽也是大谷和學弟 山本遊生第一次同場出賽 但是Yamamoto控球出了點狀況 雖然有四次三陣 但一共被打出六直安打 出現三次保送 先發三局丟掉五分 而且通通都是自責分 不過隊友很給新同學面子 打線全力相挺 Freddy Freeman滿累情況下扛出 預發滿關炮 幫助球隊逆轉 比賽形成打擊戰 最後大旗以12比9擊敗白瓦 相信前一場到其對天使的比賽 賽前老戰友Mike Trout和大谷愛的爆爆 讓不少棒球迷砍了感慨萬千 結果尊瑜剛敘就完 下一場立刻大爆發 滿累情況下 這球投到尊瑜擅長的低角度進雷點 馬上被逮個正招一棒炸裂 轟出滿關炮 把隊友通通送回家 不過天使除了老大哥Mike Trout以外 沒有其他人跳出來 還是敗給了運動家隊